有得你選擇 你會走樓梯還是坐升級 但有時就算你上 也沒得你選擇 就像觀塘崇仁街 走上康寧渡遊樂場 暫時只能走這條斜樓梯的選項 剛剛買完送的居民 要走回家 就要拿著幾個袋 走樓梯上去 亦有長者要抱著扶手 慢慢逐步走下樓梯 這是紫燒不爬的 紫燒不爬的 紫燒不爬的 太斜了 我們年輕人打過的 真的走不爬 辛苦到甚至有人 在樓梯上噴上這幾個袋子 由區議員表示 街坊反映著這個問題 已經很多年 我記得在80年代的時間 我在這裡做學校的時候 其實學生 他們來跟我說 家長有時來見的時間 走樓梯都是害怕的 有時人們下來的時候會跌倒 有的 都不少了 這些情況 區內的居民年紀漸大 連帶在這裡興建列塔的聲音 都越來越高 其實你看到這個樓梯是很邪 那些朋友慢慢住的時候還是年輕 但到現在特別在上面一帶的居民 他們都很老化的情況 所以他們很希望能夠做到這個電梯 減輕他們上落的辛苦 2013年政府提出向每區撥出一億元的一次性撥款 用來發展社區重點項目計劃 而崇仁街升降機塔工程就獲得區議會通過 成為觀塘區的重點項目之一 去年五月更加獲立立法會財務委員會 通過撥款4650萬 工程2016年10月開始 預計會在2018年的10月完成 一個項目塵埃落定 不代表已經解決整個社區的問題 塵華寓指區內仍然有不少類似的樓梯 不只是這個區 整個觀塘區都有 譬如說在壽茂坪 下到翠平村那一帶都有這樣的升降機 都希望能夠做到舒緩人流 還有現在它用搭的專線小巴擠壁 雖然部分地段涉及複雜的地權問題 但它表示希望能夠一一解決 ONTV東網電視新聞台報導